第四篇 蓝血人之回归悲剧 尼匡 第二十部 跳海逃生 等到脚步声渐渐远了开去之际 我和那尔逊两人不约而同 一起向上窜去 显然我们两人打的是同样的主意 我们要在巡逻者回来的时候将之置住 我们在岩石上迅速地攀缘住 不一会间便到了一条路上 我们两人的身子在路面上滚了过去 到了路边 躺住不动 向前看去 庞然巨大的古堡 就在黑暗之中有几个窗口的灯火 依旧通明 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 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来到了 月神会总部的附近而已 再下去 事情会怎样发展 时事难以预料 我低声和那尔逊道 我们是不是准备袭击 刚才过的巡逻者 那尔逊立即道 如果可能的话 我们便办他 我点了点头 我们忍受住编古的寒风 摒弃静西地等住 不一会 只听得脚步声又传了过来 远远的 我们看到两条人影 向我们渐渐地接近 不一会 那两人已在我们的身边走过 那尔逊先生 虽然已是五十多岁的人 但是他伸手之脚节 比诸年轻小伙子 时事不慌多让 我们两人 像黑豹一样的 扑了出去 立即孤注了 那两个人的头颈 拍拍两声 那两人手中的电筒 落在地上 他们连半生 也未急出 后脑便被我们 重重地激了一下 昏了过去 我们两人 绝不多废话 将自己身上的湿衣服 迅速地脱了下来 换上了那两人身上的衣服 然后将他们两人 附住了手脚 塞在岩石缝中 然后我们拾起了手电筒 向前走去 我们刚一转过了山脚 便有人迎面而来 贺道 有发现吗 我沉声道 没有 那人道 快到广场集合 快去 他话一讲完 便转身走了开去 我和那尔逊两人 都不知道广场在什么地方 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当然不能向那人发问 我们只得向前走去 转了几个弯 我们心中的疑问 便已有了解答 广场就在那古堡型建筑的右侧 是一块广约母许的空地 在我们道时 空地上已有几十人在了 我们站在一个黑暗的角落上 并不出声 而那几十个人 有的虽在讲话 声音也是十分低微 悦莫过了三分钟 落序又有些人来到 这才见到 正对住广场的一个窗口 突然大放光明 接住窗子打开 窗口现出了一个人 广场之上的所有人 立即变得更寂静 我和那尔逊先生互望了一眼 我们都不知道将发生什么 我们不敢将投台的太高 唯恐暴露了我们的真面目 偷眼向窗口望去 由于那人站在贴近窗子处 而光线则自他的身后射来 因此看不清他的脸面 只不过看到一个高大的黑影而已 看来十分神秘 那人出现之后不久 便听得他发出了低沉的声音 道 雷达控制的远程红外线摄影机 已经射到了露出海面的东西 那是一双人手 广场上起了一阵骚动 但立即又静了下来 我和那尔逊的心中都骇然之极 因为我们实在未曾想到 月神会总部中的设备 竟是如此之周密 那人继续道 有人侵入了我们的海域 而你们的巡查 却说并无发现 那人讲到这里 顿了一顿 广场上大多数人低下头去 像是感到惭愧 我们也低下了头 我想 那在窗口讲话的人 只怕做梦 也想不到他的训词 我们也会砸在其中偷听 那人略顿了一顿 道 现在 你们向总务部 去领放射线探测器 再去继续搜寻 那侵入海域中的人 我和那尔逊两人 都吃了一惊 因为那人 要这些爪牙 去领取放射线探测器 以便继续搜寻我们 那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他们 在附近的海域中 放进了什么放射性 特强的物质 而凡是在海中游上来的人 身上便沾到这种 放射性的物质了呢 我们看到 那人在讲完之后 便退了回去 窗子随即关上 灯火也自熄灭 而聚集在广场上的人 也立即纷纷离去 那尔逊 轻轻地碰了碰我 我们两人 也向外走了开去 我们当然不知道什么 总误步在何处 而且我们也无异于 去领取什么放射性 探测器 因为在黑暗之中 我们还可以混满过去 而如果 一到了灯光之下 那么 我们两人 乔庄的面目 是非被石穿不可的 我们离开了广场 跟住众人 向前走住 而一来到墙角处 便立即身子一闪 闪过了墙角 再墙的那边 一个人也没有 而且 也显然没有什么人 发现我们两个人 一过了墙角 我是已经到过 这里一次的 地形教授 所以 我们一转过了墙角 便由我走在前面 我们尽量保持住快 保持住轻 不一会 便来到了 一扇门的旁边 我推了推那扇门 门是锁住的 我取出了百合钥匙 同时回身 向纳尔逊先生 做了一个手势 请他为我望风 纳尔逊 激紧地四面望住 我只费了 一分钟的时间 便已经 将那扇门弄开了 我轻轻地推开门 和纳尔逊先生 一起闪身走了进去 我们两人才一进门 便不约而同 都将那柄 连发的新型手枪 握在手中 因为我们进了门后 眼前一片漆黑 什么也看不到 我们当然不知道 会有什么意外发生 直到过了半分钟 黑暗之中 一点动静也没有 纳尔逊才打亮了 他随身所带的电筒 电筒的光芒 照亮了眼前的情景 只见那是一间很大的房间 但是却并没有窗户 房间中推满了 各式各样的杂物 大都击沉甚厚 那间房间 看来是一间储物室 我们对望了一眼 又不约而同地伸出手来 重重地握了一下 来庆祝我们的好运气 因为我们在开门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那里面 是一间什么房间 如果那是一间 卫室休息室的话 那我们的运气就坏透了 如今那是一间 没有人的储物室 我们的运气之好 的确值得祝贺 我们两人一起来到了 那房间的另一闪门前 侧耳向外听去 只听得外面不断地 有脚步声传了过来 听来那像是一条走廊 我轻轻地悬动住门把 那门也是锁住的 我又动用了百合钥匙 锁使孔中 发出了派的一声响 我和那儿去两人 连忙退开了一步 但是并没有人 发觉那派的一声响 我又转动门把 将门打开了一道缝 向外看去 只见外面果然是一条走廊 不少人正在来来往往地走住 面上的神色 大都是十分紧张 在这样的情形下 我们当然不能冒冒然地出去 只好在这间 满是击尘的储物室中等住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 脚步声已渐渐奚落了下来 我们正在开门出去 去寻找方天时 突然听得一个 沙嘎的声音 嚷了过来 发现河野和上街两人 他们被打昏了过去 我和那儿郡先生的心中 却不禁一鳞 只听得门外有人道 侵入的敌人 有多少 刚才那沙嘎的声音 叫道 两个 一老一少 一个是西方人 接住 一个十分庄严的声音 传了过来 道 仔细搜寻 一桌到了他们 立即便将他们投入火炉之中 烧成飞灰 当那个声音在讲话的时候 其余人的声音都静了下来 从那声音的庄严程度听来 那人可能是月神会的长老之一 我几乎忍不住想打开门来 看一个究竟 但是却为持重的 那尔逊先生所作 那声音继续道 将那一男一女 看得紧密些 不要误了我们的大事 有许多声音答道 是 那尔逊先生赴耳道 喂 听到没有 一男一女 女的是谁 我也以极低的声音道 左左目击子 那尔逊先生道 可能是他 哎 我们如果知道 他们在什么地方就好了 我道 那是很容易的事情 你不要阻止 我冒险进行了 那尔逊先生 哼的一声 似乎颇不以为然 我也不再和他争辩 只是留心地 听住外面的动静 只听得脚步声 渐渐地散开去 我再度 轻轻打开了门 从门缝中 向外看去 外面的情形 果然和我所料的一样 许多人都离去了 他们显然是奉命 去严密坚守的一男一女了 而一个身材高壮的人 却还站住 那人背对我 我看不清他脸面 但只看他那披住 大红神袍的背影 也有一种 令人肃然起敬的感觉 当然他是 月神会长老之一了 我迅速地将门拉了开来 同时身子一缩 跃到了门背后 甚至在门上 补补地敲了两下 纳尔逊先生这时 显然也已经知道了 我的用意 只见他将身子 引在走廊的灯光 照射不到的地方 同时伸出拳头来 向门外装了装 我向他一笑 又立即转过头 从门缝中 看门外那人的动静 只见那人 一听得 伸指敲门声 便立即转过身来 他一转过身来 走廊上闪动的 油灯火光 照在他的脸上 我几乎吃惊地 咬高叫起来 那身披大红神袍的人 分明是井上刺熊 在那瞬间 我相信我的面上 一定充满了惊讶 我几乎忘记了 自己定下的步骤 直到那人也是满面 惊讶地向前走了过来 我才从惊恶中醒过来 我自己告诉自己 那人自然不可能 是井上刺熊 但他却一定是井上家族中的人 一个家族中的成员 面貌相似 这并不是什么十分奇怪的事情 原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等我明白了这一点之后 那人已来到了门口 只见他以十分熟练而迅速的手法 请了一柄 手枪在手 喝道 谁在里面 我和那尔俊先生两人 都屏住了气息 一声不出 那人既是井上家族中的人 那么当然是 阅神会之大首脑之一 如果能将他制住的话 那时是太理想了 那人喝了一声之后 一步便跨了进来 我一见那人跨了进来 双足一弹 身子已呆向地急扑而出 但是在我的身子 还未曾扑出之际 那人却又立即向后退了开去 又喝道 谁在里面 我和那尔俊先生互望了一眼 都不出声 那人面上现出了犹豫之色 但他究竟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 竟不再走进来 只是欠身伸手 握住了门把 想将门关上 我那时候正在门后 心想如果给他们将门关上的话 那我们便在没有机会 擒住他了 因之就在他握住了门把 将门拉上之际 我的身子一侧 尖头狠狠地向那扇门撞去 那一撞 发出了 碰的一声响 那扇门也以极快的速度 向外关去 几乎是在同时 我又听到了那扇门 撞倒了那人的声音 我不等门关上 一伸手便已拉开了门来 那人倒在走廊上 正在爬起身来 但是我也已经赶了出来 那人一见了我 一伸手便去抓跌在地上的手枪 在他的五指 刚一触及那柄小手枪之际 我的右脚已及时赶到 重重地踏在地的手背之上 那人闷哼一声 他的身子 突然出乎意料之外的 翻了起来 两腿一伸 已斜住了我的头颈 我的身子 被他两腿支离一斑 不由自主 也跌倒在地 我却是未曾料到 对方的伸手居然这样交结 我一倒地之后 头部仍被他双腿紧斜的斜住 不能动弹 但我的双手 却是可以活动的 我一掌 切在他的小腹之上 那人又是闷哼了一声 双腿松了开来 我就是一头 又在他的小腹之上 撞了一下 那一下 撞到那人的身子 猛地挺了一挺 怪叫了起来 他的叫声 在冷静的走廊中听来 极其响亮惊人 我吃了一惊 当兄将他提了起来 一拳将之击荤 这时 在走廊上的两端 都可以听到 有脚步声传了过来 我拖了那人 回到储物室中 才一尽视 纳尔逊先生 便要向外冲去 我忙道 你做什么 纳尔逊道 你忙拾起他的手枪 我将那昏了过去的人 向纳尔逊一推 准备窜出去 将那柄手枪拾了回来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走廊的两端 都已经有人出现了 纳尔逊先生 忙将我拉住 轻轻地关上了门 我凑在锁尸孔中 向外看去 只见奔到门前 约有四五个人 他们的面上的神色 聚集十分惊讶 一个道 刚才好像是 井上长老在叫 另一个道 是啊 他何以突然不见了 又有的道 难道井上长老得高 修炼成功 已经飞升到月亮上去 成了月神了吗 众一分云间 又有人叫道 看这是井上长老的配枪 众人静了片刻 有一个道 井上长老已出了意外 我们快去报告 这时候 昏了过去的井上长老 也已醒了过来 但是他却一声也不敢出 因为纳尔逊的快枪 正对准了他的心窝 我看到那些人匆匆离去 便来到了井上长老的面前 道 井上先生 你应该知道你自己的处境了 井上长老的面色如何 在黑暗中 看不真切 但他的声音 却还十分巨傲 道 要明白自己的处境的 不是我 而是你们 我笑了起来 道 不错 我们是在虎穴之中 但是我们擒住了虎手 阁下以为是谁 该考虑他的处境啊 井上长老不再出声 我向外倾听住 走廊外又有人声和脚步声 传了过来 那些人自然是来找井上长老的 或许是由于这间处屋室 从来也没有人来的缘故 竟没有人想打开门来看一看 乱了片刻 人又慢慢地散了开去 我才道 井上先生 你可以发问题了 我不先向他问问题 却叫他先向我发问 那是要试一试他是否知道我们的来历 但井上长老也十分奸华 道 我有什么好问的 你们要什么 纳尔逊先生 沉声道 喂 别耽搁时间 我立即道 井上阁下 为了你自己的安全 你必须回答我们两个问题 井上长老恩的一声 我道 被你们绑了来 硬要他做飞行表演的 方天在哪里 井上长老呆了片刻 道 他正在三楼的长老室中 受住十分优渥的待遇 我立即又问道 左左目击子呢 井上长老怒道 不行 他不行 我呆了一呆道 什么叫他不行 井上长老道 他是我们选丁的圣女 在即将召开的信徒大会上 他要赴海去和海底之神 传达我们的信仰 照例不能见外人的 我听了井上长老的话 心中实是愤怒之极 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但这杆畜生居然还以人命来渲染妖气 以达到他们骗人之目的 我想起左左目博士之词 这些人的愚行 已害了一个最杰出的医学家 而且还要害不知道多少人 我实在忍不住 守阳处 巴巴两声 便在井上长老的面上 重重地裹了两掌 那两掌我下手极重 井上长老一声声吟 大住舌头道 望处长老圣体的人 手臂定当折断 我本来裹了他两掌 气到也出了一些 一听的他这样的说法 我气又往上冲 道 反正是断 我裹多两掌再说 我话一说完 又是两掌裹了过去 那两掌下手更重 我听得他口中 牙齿松动的声音 我的手背上也溅了热血 我把手背上的鞋 摸在他的衣服上 又问道 左左目济子在哪里 井上长老屈服了 也不再说什么 圣体不圣体了 他的语言已是含糊不清 道 他在顶楼的圣女士中 我问道 这两个地方 有守卫的人吗 井上长老道 自然有的 我道 好 你是月神会的长老 一定有办法可以使 我们顺利进入 这两间房间的 井上长老道 我没有办法 我冷冷地道 你的脸上 我如果在裹上两掌的话 你将会十分难看 井上长老呆了半伤 才道 我可以将长老的信符 交给你们 我问道 有了长老的信符 我们就可以通行无阻了吗 井上长老道 只有长老 才能盘问 持有长老信符的人 我道 快拿来 井上长老道 挂在我井间的就是了 我自他的井间 抽出了一条金链 金链的一端 细住一条极大的珠子 那珠子 浑圆银白 看来 就像是一轮明月一样 就在那珠子之旁 有两块小小的金牌 上面捐住些 自因为黑暗 也看不真切 我一将这件东西 取到手 便向纳尔逊先生 扬了扬手 纳尔逊先生一掌 击在井上 先生的下汗上 又将他击得 昏了过去 纳尔逊将井上长老 放在地上 又取出了一条手帕 和一只小瓶 将小瓶中的液体 倒了几滴 在手帕上 以手帕附住了井上 长老的口鼻 那小瓶中的液体 散发出一阵 令人头昏目眩的气味 连我也几乎昏了过去 我们两人 连忙打开了门 出了那储物室 走廊中并没有人 我将井上长老的信符 抓在手中 虽然有了他的信符 便好得多 但若遇到了 月神会中的长老 一样可以向我们盘问 我们小心向前走住 到了三楼一扇门前 有两个胖子守住 我示意他们将门打开 他们却一动不动 我扬住信符 贺道 你们为何不将门打开 那个胖子的面上 都现出了一个 脚快的微笑来 我不知发生什么事 但总之有些不对头 我立即提高了警觉 那两个胖子道 这门的琐事 只有长老才有 因为这里是长老室 井上长老请你们来 难道没有将钥匙交给你们吗 我听了那胖子的话 不禁目瞪口呆 那两个胖子望住我们 更是笑得不怀好意 我在刹那间 心中不知想了多少事 我口中立即道 这个嘛 井上长老或者是一时匆忙 所以忘记了 我一面说 一面向纳尔逊 做了一个手势 我话未说完 身子一矮 一面向一个胖子的肚 撞了过去 而纳尔逊 也立即会议 他猛地挥出了 一记左勾拳 即向另一个胖子的下汗 我们各自的 这一下突袭 出手其快 都击中了对方 但是那两个胖子 却是非同小可的人物 被我撞中肚子的那胖子 只是身子向后退出了一步 而中了纳尔逊先生 左勾拳的那一个 却连身子也未曾晃动一下 反倒列举向纳尔逊 笑了一笑 本来 我们是打算一出手 便将这两人击倒 再设法去开门 但如今 这个计划显然是行不通了 和我对敌的那个胖子 只是望住我 却并不还手 而另一胖子 却已跳动他山一样的身躯 向纳尔逊先生 猛地扑了过去 纳尔逊先生 一闪闪开 我急声道 速战速决 我一面说 一面已将手伸入了袋中 我一伸手入袋 立即握住了那柄 连发手枪 我并不是喜欢 随便杀人的人 这是我一直不携带 现代武器的原因 但是眼前的情形 却逼得我必须用手枪了 因为那两个胖子的身手如此之高 纳尔逊先生 逼开了那胖子的一扑 一是十分狼狈 再加上这两个胖子 既然身为阅神会长老的守卫 平日一定作恶多端 我们良心上 也不必有什么负担 我的手 才一握上手枪 便听得 砰的一声枪响 那一响枪声 自然是纳尔逊先生 在听到了我的话之后 发出来的 我向那胖子看了一眼 只见那胖子手按在胸前 只逢肩鲜血泵流 面上露出不可相信的神色来 身子居然仍物力不动 我一面向那胖子看去 另一方面 已经在一带之中 搬动了枪击 我的那下枪声 和纳尔逊先生的那下 几乎是同时发出来的 我根本不必去查看 我是否打中 因为枪声才起 我便听到另一个胖子的 倒地之声 我抽出枪来 向门锁放了一枪 踢开了门 道 纳尔逊 你去救方天 我守在门口 三下枪响 在走廊之中 当样不已 有三扇门打了开来 走廊的两端 更有七八个人 飞奔而来 在那样的情形之下 想要平井上长老的 信符做护身符 已是没有可能的事了 我向天连放了五枪 一向前奔来的人 一起退了开去 但立即也有枪声 向我发来 我身子一缩 进了长老室 立即将门关上 我才将门关上 立即身子向旁跳去 而我尚未落地 一阵枪声过出 那扇门上已出现了 十七八个小孔 我回过头来 只见纳尔逊先生 握住了方天的手臂 正站在窗口旁 方天见了我 苍白的面上 才显出一丝的笑容来 道 我早知你会来的 我立即道 你别高兴太早了 纳尔逊 窗外可有出路吗 在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外面的枪声 更加密集了 我又向外面连发了 三十多发枪弹 那连发手枪的威力 使得走廊之上 响起了一阵怪叫声 纳尔逊先生 在这时候 已经推开了窗子 探头向外看去 道 外面是海 我也退到了窗边 道 那是我们唯一的去路了 方天向外张望了一下 惊叫道 从这里下去 我点头道 不错 你可以做得到的 方天一只手 按在窗框上 再速速发抖 时间已不容许 我们再多做考虑了 我一耸身 便翻出了窗子 也就在我 翻出窗子的同时 只听得临时 有窗子打开的声音 我连忙将身子 紧贴住墙壁 以一只手 支持住全身 向左右各发了几枪 在我左右的窗口 都有人中枪 向下落下去 我向下一看 只见那两个人 扎手扎脚 竟跌进了海中去 在我的想象之中 如果从窗口 直接跳下去的话 一定会跌在岩石上面 脑浆崩裂的 但是那两个人 却跌进了大海之中 这给了我一个启示 那就是说 如果我们也突出窗子的话 也可以跌进大海之中 那样 我们便可以 不必攀墙到了地上 再奔到峭壁之旁 而跳海了 事实上 我们想要爬下去 几乎是 没有可能的事情了 因为整座古堡的窗子 几乎都已打了开来 我们只有一事 空中飞人了 我连忙到 你们看到了没有 我们跳出去 放松肌肉 不要挣扎 那么便可以 像那两个中枪的人 跌进了大海之中了 方天结结巴巴地道 不 不 不行 但是 他一句话 没有讲完 我早已拖住了 他的腰部 向窗子外猛地一送 叫道 放松肌肉 方天的身子 向下落去 我只听得许多窗子中 发出了 飞人的呼叫之声 我和那尔俊先生两人 紧接住向外 跃了出去 在我们的身旁 子弹呼啸住掠过 幸而是在黑暗之中 要不然 我们下舵之势虽快 一定快不过枪弹的 这时候 我们所冒的 显示双重的 因为我们极可能 撞在岩石之上 小天之幸 我们三人 总算先后落到了海中 方天紧紧地 握住了我的手 看他的情形 已经下得六神无主了 我吐出了口中的海水 道 我们先游开这里 再设法出水雷阵 纳尔逊先生 领头向外游去 我带住方天 跟在后面 我们向前游出了 月末三十多马 便发现了一个岩洞 纳尔逊先生 回头向我望来 我道游进去再说 不到五分钟 我们三人 都已经游进了 那个岩洞 纳尔逊先生 暗亮了他 那只防水的 锈针形电筒 在淡淡的光芒之下 只见那岩洞 即是深邃 水是漆黑冰冷的 但岩洞 却十分高 有助可供我们 漆深的岩石 我估计 就算朝 长到最高的话 我们也不至于 被海水淹没的 我们三人 拖住 湿淋淋的身子 爬上了岩石 方天浮在地上喘气 我和纳尔逊两人 相视苦笑 我们检查住武器 因为我们知道 月神会中的人 是随时随地 会来寻找我们的 他们自然会发现 这岩洞 而且也一定会 进洞来检查 如果我们的武器失灵 那我们就只好 束手就擒了 我吸了一口气 道 纳尔逊先生 你说我们应该怎样办 纳尔逊双手一摊 道 只有等待 我希望他们 会使一艘快艇进来 那么 我们可以有机会 夺到一艘快艇 我苦笑道 你忘了水雷阵了吗 方天抬起头来 这个土星上的高级生物 胆子比我们小得多 它的面色 蓝得如同电青一样 颤声问道 我们逃不出了吗 我道 你身上可还有 什么秘密武器吗 方天道 没有了 我只有地球人 所不知的科学知识 我叹了一口气 道 那是绝无济于事的 我们只好等机会了 纳尔逊先生道 如果我们能躲到潮掌时 那或者可以有办法了 水雷随住潮水 高涨而浮起 在海底上 一定会有空隙 可以供我们游过去 我点了点头 却又向方天望了一眼 因为我怀疑方天 是不是有能力 潜涌这么久 正在这时 突然 自沿洞深处 传来了一阵 哑哑哑的声音 不要说是方天了 便是我和纳尔逊两人 突然听到了 这一阵声音 也相顾失色 我们只当 月神会的人 就算追寻而来 也一定是由外面进来的 却想不到 严动之内 也会有这样的声音 传了过来 我一拉方天 和纳尔逊 迅速地 闪到石壁之前 尽可能将身子 引了过来 只听得那呀呀呀的声音 断断续续地响了 约莫十来分钟 便停了下来 我将声音压得最低 问道 纳尔逊 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纳尔逊先生的两道浓煤 紧紧地皱在一起 道 奇怪 那像是封稿的声音 但发动封稿 要强大的电力 为何又听不到 发电机的声音 我道 电源一定 是由地面上引下来的了 纳尔逊先生道 你再看仔细 这岩洞的入口处 可有电线吗 方天在这时候 忽然插岩道 发电机是装置在水下面的 我和纳尔逊先生两人 一起向他望去 他指住水面 道 你们看 岩洞中的水 在微微地震荡 这便是发电机 在水下震荡的结果 从水面波纹的 扩展速度来看 我还可以推测出 那发电机是在离这里 约70公尺的水面之下 我和纳尔逊先生 互望了一眼 这时候呀呀呀 声音又响了起来 纳尔逊先生道 那一定是月神会 想在岩洞之中 建造什么秘密的场所 我摇了摇头 道 听风稿声 只有一柄 那不可能是大工程 纳尔逊道 不管它是大工程 小工程 里面既然有人 我们过去看看 我点了点头 我们三人 在岩洞之中 向前走去 走出了三十来步 我们已必须涉水了 水最深之处 挤达妖际